儿童是未来的主人翁 但是大家却越生越少 政府为了提高生育率 不断地出新招 程序部即将要修改 公务人员请假规则 只要公务员每多生一胎孩子 产假就可以增加6到8天 甚至还有所谓的不孕假 也就是到医院诊所 做人工生殖都可以请假 这些新规定预定7月份 在考试院通过之后立刻实施 全国的公务员都适用 真是献煞了一般老公 很多年轻人怕经济压力大 即使结了婚 也不见得愿意生养小孩 为了鼓励生育 全序部打算修改 公务人员请假规则 也就是说未来公务员 孩子生的越多 产假天数就可放的越久 甚至还可放安胎假及不孕假 讲说他不孕的话 这个因为他去做 讲说人工的这个什么生殖 什么 那个医院证明就可以请假了 全序部表示新的规则当中 产假将由现行的42天更改为 生第一胎放42天 但生第二胎就可放48天 生第三胎则是放56天 另外赔产假也将由原本的放3天 增加到5天 也是一个利多当然是个利多 但是你假如说真的是用这个 用纸是单单这一点来鼓励生产的话 我觉得并不是很大的一个诱因 生一胎的那个后面要负担的事情很多 多几天假 对女生的那个心理负担也很大 另外为了方便照顾小孩 公务员未来请假也可用小时为单位 不必请半天或一天 而这项新的请假规则修正案 预计7月送到考试院 等考试院会通过后就可上路 预估将有34万多名公务员受贿 也限上很多劳工 记者赖世民 徐启峰台日报道